新冠肺炎疫情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12号 但警方不松懈 光复香就有一名正姓男子竟然是不戴口罩外出购物 而如此白目的行为引来了警方关切 主动上前盘查后赫然发现他是通气犯 当场依送法办 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12号 全国确诊人数虽然有逐渐下降趋势 不过警方还是不松懈 光复香一名正姓男子居然不戴口罩外出购物 他的行为也引来警方的关切 上前盘查发现他居然是个通气犯 警方表示远警在光复香执行防疫巡逻时 发现一名未戴口罩的男子在买槟榔 上前盘查这个男子声称 他忘了身份证字号要回家看看 一下子又谎报正号 最后至之南逃罚网 才勉为其难的提供他正确的身份资料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你再来一下 你要干嘛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你要干嘛 你先到身份证字号 我们可以追递一下 你没戴口罩啊 我们是因为你没有戴口罩 拦你的 有 警察院其为有案在身通气犯 同仁立即对正姓男子实施说声上靠 全案依诈欺通气案移送法犯 另外花莲市南宾公园户外五台区 有家族亲戚十位成员相约在这里聚会聊天 遭警方巡逻发现群聚依法开罚 日前下午三点左右 就在该公园入口处发现有十位的民众聚集一起聊天 那已经违反花莲县政府公告第三级警戒管制措施 其案将会移请花莲县卫生局来做一个裁罚 天气炎热 很多民众出门可能会偷偷拉下口罩 不过一旦被远警发现就会吃上罚单 虽然全国确诊人数有下降趋势 不过防疫还是不可以心存侥幸 大花莲新闻总和报道